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爷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你台湾爸爸给你寄钱了 你搬高级楼房了 不跟我们这些穷老百姓混在一起了 不 老爷 不是 你搬哪儿去 我把这两两屋子卖了 老爷 你怎么卖房子了呢 等我先把这收拾完了 收拾踏实 我来找你们 不是 老爷 你这卖房子的事 你也不跟我们说一下 那星星和家人他也没提起过呀 他们也不知道 我谁都没告诉 不是 你出什么事了 卖房子呀 不是 这都住了几十年了 你怎么说卖就卖了呀 不是 老爷 不是 你给家人他们打个电话 不是 你上班呢 上班你得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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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啊 妈 爸 你爸走了 那车也给开走了 我爸也走了 那 那 那你 你爸卖房子 你一点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呀 爸 就是你说我们也没看出来 他这骨子可真够严实的 不是 妈 他跟你说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我问了他不肯说呀 都问了我们都 家人呢 妈 我来哪能都请假呀 星星 别着急啊 你爸说了 他安顿好了 晚上来我家 喂 我以为是爸呢 还没回来呢 你在哪儿呢 我问你 家里出这么大事 你为什么不回来呢 你赶紧回来 你聊天吗 不行 我不能这么等下去 我去趟派出所 那你去派出所干什么呀 我让警察帮他找吧 爸爸 我爸走的时候 那个拉家具的车 你还记得拍照是多少吗 是一辆三轮摩托 没拍照 没有拍照啊 我和你一块去 爸 爸 你看我们急死了 你去哪儿了呀 你怎么把房子给卖了 这么大事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老叶啊 你是真行 我骑车在后面追 你看你 你看不见我呀 还开那么快 你也不知道等等我 这是两千五百块 你们数一数 你这是干什么 我借你们的两千五百块钱 现在如数奉还 点一点 当面点清楚 老叶 这个钱 不是借 是送的 送 我受不起 真的 我受不起 爸爸 你把咱家卖了 就是为了还这笔钱 是吗 是房子 不是家 你妈妈 这个家就不成其为一个家了 不 爸爸 我们毕竟住了几十年了 这房子怎么能说卖就卖呢 家没了 房子卖了也就不足为息了 爸爸 您现在住哪儿呢 我是老了不中用了 也就这样了 住不中哪儿 无所谓 老叶 你说你怎么突然就想起 要还我们这笔钱呢 你先说一说 你 不是我的我不想贪 是我的他就是我的 这是我叶文祥做人的缘子 叶叔叔 我这个人没关话 你前面的话我都听懂了 可最后几句我真不明白 谁 就是你的 小心 不是爸我真的不明白啊 爸 谢谢 爸爸 捕风捉影的事情 我们能不能不小心啊 你说这个话 你当你是我女儿 还当你是你公共婆婆的儿媳妇 老赵 老唐 你们两个人帮助我 对我好 我 我打心而地感激你们 但是现在这事情 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变成了另外一码事了 拜托了老伙计 我叶文祥无能 我只有拜托你了 对对 老爷 叶叔叔你这样不好吧 你这不是把我爸 生生嫁嫁了吗 不不 老爷是这样的 这钱呢 是你卖房子的钱 我们不能收 你拿回家 不行不行 你拿回家 你把钱给我 我也不会去买房子了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房子事小 什么 他也比不上我们家这个 你家那幅画 我 老赵 算我求你了 如果那幅画还在 我求你把我们叶家把它 买回来 我 我不要钱 我也不要房子 我也不掩护人家做生意 发大财 我只要我爸爸留给我那幅画 他老人家现在中风瘫痪 回来看我 已经是很 很难很难了 我再去看他 也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了 我就剩下这幅画了 我就这 我就这一个念想 老赵 算我求你了 爸 爸 老爷 你不 老叶 你说你现在这么说是 太为难我们老赵了 那画不是已经烧掉了 你说他现在去哪儿 给你找回来哪幅画呀 对不对 真的 你把这钱拿去 叶叔叔 这家里怎么都搬光了呀 知道了没了 爸 还是真的把房子卖了呀 叶叔叔 您不是前两天 还想把我从屋里轰出去呢吗 怎么现在 自己把自己轰出去了 我懒得跟你啰嗦 老爷 懒 爸 不是 前 爸 您别看我啊 这事跟我真没关系 推 快去 什么大了 这 你们别跟着我 爸 就让我们送送你吧 我们顺便认认门去 我不要你们送 我也不要你们去认门 我怕给你们丢人 爸 您说什么呢 我是您女儿 我怎么会嫌您丢人呢 你们都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 了不起的大医生 我算什么 古老头子一个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个大老板看不上这货子 我跟你说啊 这衣服在外地都卖疯了 那福建安徽那几地 每天十几个电话催我要货 我都供不上 咱哥俩联手做这趟生意 怎么样 可是最近这打甲打得挺厉害的 装上台不都质量万里行了吗 他的他的甲 咱们捂着点 做完了 货往外一发 钱就来了 万一要是给抓了呢 佳琪 不是吧 你胆不是挺肥的吗 就这么一件 成本不到十五块 咱卖它一百 净赚八十五 我说那里人 海了去了 佳琪 这还没说完呢 行了 回头再聊 亏了 咱们亏大了 什么亏了 那幅画你知道值多少钱吗 多少钱 你猜 拿钱 你再猜 一万 再往狠的猜 不不不 你别别急我了 你就告诉我多少钱不就完了吗 三万 你怎么突然人疯了吧 佳琪 不是我说你了 我让你去帮我找那幅画 你说你不帮我找 对吧 你早说你会帮我找 咱俩先商量一下 而且我永远跟你说过 不要上来去跟他提画的事 如果他知道咱们想把画买回来 那价钱都不得轮圆了喊 这哪是台湾人喊的价啊 是有人已经出这个价 把那幅画远远走了 什么 三万哪 那幅画值三万块钱 我怎么就那么傻 五千块去卖给他了 你怎么不拦着我 不不不不 不 怎么可能呢 就一幅画 而且还是假的 你 台湾人蒙你的吗 是 他是蒙了我 他根本不是什么台湾人 他就是一福建渔民 跟我说几句台湾普通话 穿着是旧货西服 就跟我冒充台湾人 那幅画他卖给谁 卖给了一个香港人 是真的香港人吗 这本真跟我们 还有个屁关系啊 三万哪 就算你爸想做好人 他拿到出三万块钱吗 是这样吗 好像是吧 拿钥匙开门就知道了 别人再当你这贼给抓起来 没事 老赵 老赵 这搬空的还挺宽敞的 你看里面那房间 新装修的 跟新的一样 你们好啊 大叔你好 这房子是我们刚买下的 我们来看房子的 好好好 我住对门 你好你好 那以后都是邻居了 还请您多多关照 大叔 给你打听一下 这楼上住了什么人呀 好打交道吗 买都买了 现在一问这个 就是啊 早你们就该打听清楚 这都不方便呀 楼上出出境境 都要穿过我们家 你妈都是图便宜 这房子要不是因为这个 能卖这么便宜吗 好 走 到我们家去喝口茶 歇一会儿 不了大叔 谢谢您 没事 别客气 来 去吧 咱们一块儿好好聊聊 来来来 好 好 谁啊 我 好照 快来开门呐 这热乎的豆浆都快凉了 这是干什么 好 你看 感冒了不是 快快快 喝点热乎的 压一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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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户坏了 刮了一夜的风 这雨还下到现在 这俩孩子 我交代他们 别告诉你 我住到了这儿 到了还是把我给出卖 什么叫出卖 且不说咱们俩是亲家 我就说这么多年 老邻居白做了 说办就办 你真是狠得了这心 同盘怎么办 我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只好卖房子 你以为你卖的 就是那几间房子 你想想 我们在那儿住了那么久啊 从生下来到串开当库 然后娶媳妇生孩子 一直到今天 你我都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头了 你说我们光是住在那儿 我们是长在那儿了 就跟我家里边种的那几个小盆景 但是一个道理 植物和盆 长一起了 你真不敢随随便便就给它挪个盆 你说你胆大你挪 你挪了吧 那边一挪 你那那那那 怎么说呢 两码事啊 怎么是两码事呢 老爷 我跟你说 万物皆有零星 那屋子时间待久了 那是有感情的 五二年那会儿 咱们那边要威房改造 还记得吧 我们一起亲手 修房顶 补墙面 那一砖一瓦 都是我们自己雷起来的 我记得那砖 还是咱们自己烧的 那些东西真是 事到现在 它还是那么老实 你昨天晚上啊 自己在家里我就坐那儿 哎 看着这老房子 我看着这墙面 我想起了一堂子事 那个时候 我们家老唐是怀着家人 你们家雅丽怀的是欣欣 这两个大肚子好吗 添毛病了 不知道怎么就 爱抠那个墙 墙壁上的灰 你记得吧 吃墙壁灰 还有给我们急的 说这不能吃啊 越说他们还越偷着 吃完了两家的墙壁 扣得坑坑坑坑坑坑 跟狗啃了的似的 你还跟我急了 你说这哪行啊 这 这是第一胎呀 那不孩子都傻了 怎么办 结果你看 星星跟家人这俩孩子 娘胎里吃的是墙壁灰 结果都考上名牌大学了 现在还成了一顿 墨堤往事了 墨堤往事了 老叶 你的心思我知道 压力不在了 你觉得在老房子里待着没意思 但是 很多事情你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来想一想 你说我们这个几十年 不管是高兴也好 不高兴也好 他都是我们实打实自己的日子 你要是把他忘了 抛在脑后了 那这辈子不就白活了吗 忘不掉的 你就是想忘他也忘不掉的 忘不了你怎么就躲 躲得开 我还真不信 你在这房子里待着 比自己那老房子住在 他睡得就踏实 住得就安心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一会儿回家 晚了 什么家呀 房子都已经给别人了 我都跟人说好了 那个买房子 答应把老房子还给你 一会儿呢 你自己给亲自去啊 办一下过顾 就什么都妥了 那 那那那那这钱 那钱还是你的那些钱 不不不不 不可以的 怎么说 那也是你的钱 我是一定要还给你的 老爷 你听我说 房子绝对是不能卖 这是原则 至于那幅画 如果真的没被烧掉 真还在 我会尽我的所能 让他回到老爷家手里 老苍 这批黄鱼 新鲜的 我昨天刚进的货 你是卖鱼的 你比我知道行情 就这种货色 你好意思卖给我们不不贵 赵师傅 我跟江师傅都是老朋友了 我哪敢杀手啊 来 拿着 我不要 我不要 不要 咱们就说这批黄鱼怎么办 你是拿回去 给我换一批好的回来 还是说就干脆便宜卖给我 赵师傅 赵师傅 你别难为我嘛 行 我不难为你 那我去把我们采购 不经理叫来 别别别 赵师傅 要不你去问问江师傅吧 他有经验 好 我去叫江师傅 你听我说 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你结婚的时候 她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现在我在外边给她赚医药费 我对你们就有一个要求 你跟你媳妇 在这个时候 多照顾一下你妈 完了 师傅 怎么了 老曹今天送的那批黄鱼 不怎么新鲜 他还不承认 所以想叫您过去看看 能用吗 用是能用 但肯定不值这个价了 收了吧 那鱼 收了吧 家伙呀 以后老曹的货 就别太矫正了 你忙去吧 来 来 把这拿进去 行 你放手我来 爸 都怪我 前两天修礼屋的时候 忘了把这块给补上了 过两天忙过了 把这给补上 辛苦你们了 爸 你跟我们还客气什么呀 都是我 我在折腾你们 干什么呀 行了 爸爸 你能回来 来 爸 去那边吃饭吧 对 去那边吃饭吧 走啦 走走走 吃饭喽 好 来 家蕙 下来吃饭 我不吃了 我睡会儿 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您干吗 昨晚我看他回来 怎么有点打烟啊 是怎么了 嗯 你说他那个欧阳有什么事儿呢 我去看看啊 爸 妈 贝贝外公和欣星来了 老赵 老赵 来来来来来 弄那么多菜 哎呀 坐坐坐 哎呀 好 哎呀 欣星坐 坐 好 拜拜 大家都 走吧 好 拜拜 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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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在里面表现一直不错 我让你们来 也是希望你好好做到他的工作 稳定一下他的情绪好好改造 里面不能站太多人 你们在外面等一下吧 江桓 江桓 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动 九天一天的星 你看你這一家大的 扣了365分啊 你害得我無妙嗎 整整一年才在一起 我恨你 我恨你 不回了家 我再也不回了 我不回了 我再也不回了 爸今天有幾句話要跟你們說 我知道 在你們心裡 你們一直都認為我是個好人 一個爛好人 你們絕不會理解你們的父親 怎麼會是這樣的一個人 為了別人家裡的一幅畫 連自己的孩子都不管 但是 歐陽到今天這一步 也是因為這幅畫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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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为了救纳红 你也不会答应给黄世忠那么一答应 当年老鹏要的还真是那幅画 是我没答应 我自己提出了要给他钱 不是我们怎么想 是现在外面的人都说 说你是个好人 可是 可是你这个好人做的有点过分 你爸我哪是什么好人哪 我是对不起叶家 爸您别替我扛了 是我对不起叶家 是我害死了之火 加西 没人说之火的死责任在你 可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都觉得责任在我不是吗 特别是爸 他这一辈子都觉得欠叶家的 再为叶家还债 这么多年了我都根本不敢提这件事 我只要睁嘴我就是个王八蛋 是 这伙人没了 叶家少了个儿子 这伙还是我最好的哥们 我就是个王八蛋 加西你懂点事好不好 好都不说了 都不说了 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一直憋在我心里 我原本是想把它带进棺材的 但是到今天 我不得不告诉你们 要不然我对你们几个兄妹 没有办法交代 五六年 公司合营那会儿 你们叶叔叔 要把叶家的药铺 交工 当时他说那几句话 我至今都不能忘掉 他说公司合营未必就能经营得好 如果叶老爷子还在这边 那这个药铺没有问题 但现在家里就他一个人 他不懂业务 与其那样还不如就把他交了 我在场 我听着 57年 向组织交心 我就把叶叔叔这几句话 向领导汇报了 可是我是真没想到 第二天 叶叔叔就背上了一个罪名 反对公司合营 要翻变天账 我真没想到 就这几句话 把你们叶叔叔害了22年 爸 他们诚心要整星星爸爸 就算你不说 他们也能找出其他帽子扣在他头上 可问题是就是因为我这几句话 你们叶叔叔才背上了这个罪名 我怎么我怎么我怎么当初就把这几句话给说了呢 我心里我后悔呀 你们想你们爷爷跟叶老爷子那是什么关系 什么感情 生死性命相交的朋友 怎么到了我这居然就把你们叶叔叔害成这样 我就老想着 我说我哪天能不能有个机会 我跟叶叔叔把真相说一说 可是我没有这个勇气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没关系 但你们爷爷知道 老天爷他知道啊 我就一直在琢磨 我怎么才能弥补这个过失呢 对 我一定要保护好这幅画 一定要让这幅画 回到叶家林的手里 可是天不随人愿 我又害你们兄妹几个吃了这么多的苦 害得欧阳进了监狱 我欠的债势越来越多了 其实我知道 你妈早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了 我那天跟你妈去看欧阳我才知道 可是 你们的爸爸 那是一个什么好人哪 我软弱 我自私 我连向儿女能道歉 向叶叔叔道歉的勇气 我都没有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就这一件 咱们能净赚八十五 跟老顾五五分账 我们可以净赚四十二盘 你算一下 咱们现在一条踩脚铺可以赚多少钱 最多五块钱 谁不想多挣钱呀 可我就奇了怪了 你不刚把老顾给回了 说咱们不做这玩意儿 怎么牛脸又捡起来要做了 为了多赚点钱呗 还能为什么呀 那我可警告你啊 做假货有风险 没风险人 谁给你那么多净赚啊 还好咱们的货都是放往外地的 再说我都想好了 咱们厂子的前门太招摇了 以后把它给锁上 进出都走后门 后门平时也关着 对外呢 大家就捅一口径 谁都不能大嘴巴外说 那又要花钱进新设备了 工人也得请技术好点的 那这工资也得涨吧 你这就叫头发长见识短 是 你现在是花了小钱了 可你这以后 还大把大把我给赚掉 行 反正做生意这些的 你比我脑子里 我可懒得管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交给你吧 你以后啊 就负责坐着等着 数钱玩 请进啊 请 先把钱挣回来再说 先进 讨厌 大奖 我先 大奖 这是阿拉斯加的深海鱼油 美国进口的 这上面的一个字我都不认识 卫叔叔 这可是纯美国人制造的 当然只有英文字的 还能有咱们中国字啊 这看着 有点像我们的鱼肝油 这比咱们那个鱼肝油 不知道要强几百倍啊 你知道在美国 人家管这鱼油叫什么吗 血管清道肤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能把我们血管里面 所有的垃圾 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什么动脉硬化呀 高血压呀 高血脂啊 包括痛风 全都能给你治好 真有这么力啊 连痛风都可以治啊 绝对没问题啊 我还忘了跟你说一样 就这个鱼油 治关节炎一绝 你不是这关节 一到夏天下雨的时候 你就疼啊 就吃它 肯定没问题 能治这么多病 那得多少钱呢 一瓶一百五 这么贵 一百五 这 你们不能这么算呢 你看 人家这瓶子上 写得多清楚啊 一瓶一百粒 这么摊下来的话 一粒就才一块五 你每天只要花三块钱 你什么药都不用吃了 这么算下来的话 你说这瓶值不值 值不值 一百五 新华 你没有宰我们吧 夏大妈 这话可不敢这么说呀 咱们可都是老邻居了 你看着我长大的 你就跟我亲妈一样啊 我能拿刀对着你吗 你当我是彭美华呢 良心都让狗吃了 对了 美华呢 好久没见她回来了 她还有脸回这个家吗 我不去找她 我能死了的爸 能放过她吗 人呢 我算是看明白了 钱越多 她心越黑 我这心被她伤了 挖凉挖凉 你干什么去啊 彭美华 去彭美华 你看这孩子 你看这孩子 大了她就不听我的了 我现在 工作也没了 瞎的吗 魏叔叔 你们可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你说我这孤儿刮目的 往后我这日子 可怎么过呀 新华呀 你看 你要是能够便宜点呢 我就要一瓶 行啊 那 那我就进价给你 我不挣钱了吧 那 十大十的一百二 我要一瓶 那我也买一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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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